他连续五次登上春晚而走红,却曝出自愿,被潜规则,患抑郁症险自杀,喜欢看央视春晚的朋友们,肯定对一个小品演员很熟悉。 他前几年经常出现,在央视春晚小品中,搭档郭峰、郭东林、黄红、潘长江等众多小品演员,五次登上春晚的舞台,因为容貌清晰,舞台表现力很好,所以观众们对他的印象很深,而且很是喜欢。 这个人就是金玉婷,金玉婷在表演方面是非常有实力的,他原本是沈阳军区的一名文艺兵,后来到考上海戏剧学院,当时考取的成绩也是专业课全国第一的成绩,但是后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,戏剧学院不能录取他,于是他就独自一人,到上海见到了老师,最终被学校破格录取。 他毕业后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《大猎虎》就有了不错的反响,而且还提名了金英奖,之后出演过《大宅门2》、《四世同堂》、《孟来才传奇》、《沈一起来了》等剧,后来他有幸走上了春晚的舞台,和郭东林搭档出演小品,因此也让他一夜之间走红,收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 走红之后,各种的花式传闻,也就自然而然的到来了,比如网络上传言小品,中最初的角色是给演你的,但是后来却换成了金玉婷,所以外界纷纷传言他靠前规则上位。 当时外界的传言非常严重,甚至说他是自愿被钱的,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,也是因为这些舆论的压力,曾一度导致金玉婷患上了抑郁症。 最早的时候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,只是经常觉得心情不好,没有办法正常工作,而且因为抑郁差点导致了自杀。 当时还是被剧组的工作人员送到了医院,他才知道自己患上了抑郁症。 金玉婷曾经连续五年登上了春晚,后来因为在娱乐圈的压力太大,生病之后他就慢慢的淡出了娱乐圈。 经过长时间的治疗,他的抑郁症已经康复,如今他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 他会经常看一些之前从不接触的书籍。